來 憲宏怎麼看 看起來習近平的告台灣同胞書 4200次讓台灣的政治人物 似乎沒有任何的模糊空間 來 這個有一個例子 就是這個九二共識是一個盆栽 那兩岸一家庆有一個盆栽 這次習近平根本連根拔起 死了 然後藍營的人還在澆水 這是什麼荒謬的景象 太荒謬了 他已經連根拔起告訴你說 我用的是一國兩制 請來參加一國兩制 韓國瑜或是柯文哲 未來你們要去中國 他就說你是一國兩制代表 請問你緩不緩對 你要說什麼 這一句話遲早掛到你的帽子上 說你是一國兩制代表 他已經說了 他已經準備這樣做了 你不參加一國兩制代表 你就是台獨 他是這樣子做的 所以宜中兄剛剛講的很對 不同意統一就是台獨 他的那個整個的文的意思就是這樣 那當然我們了解了 就整個形式上 他其實在講給美國聽 他是在挽救自己已經 非常岌岌可危的這個整個地位 所以他打黑色台灣牌 他是這樣幹的 可是所以我有一個例子 習近平像一個中國僵屍 已經快被美國把他埋在地上去了 他的手伸出來 一手抓住香港 一手抓住台灣 要我們陪葬 他陪葬的方法 在香港就是那個已經完全丟到垃圾桶裡頭的一國兩制 現在他在從垃圾桶裡頭把一國兩制拿出來 丟到你台灣身上把你搞得髒兮兮的 他就是這個方法 就是中國僵屍想要在自己被敗往之前 抓住台灣跟抓住香港一起陪葬 所以蔡英文這個講法才是很重要 在這一段時間 那我相信也是全世界大家都希望聽到 蔡英文總統這個講法 這個毫無疑問 不過我要提醒蔡總統 這是不夠的 以現在的力度來看 我們要趕快研究 他如果這樣做的時候 是不是已經著手實施 這是顛覆國家政權 一國兩制代表的派任就是顛覆國家政權 抓起來 不要任何客氣 法律一定有的 法律一定有 如果法律上面不夠明確 我也認為民進黨的這個立任黨團 一定要馬上朝野協商 也測試整個國民黨的立委 以及其他黨立委 你們在這個國家 你們在這個國家的立場上面 還要繼續為一個死去的盆栽浇水嗎 你們不是應該深深地去 跟大家來做 把台灣的主權地位 這一個真正的大樹 把它培養起來嗎 這顆才是我們賴以為生的 這個整個生命之樹 不要再去面對那些虛假的東西 因為習近平的這個東西 我剛剛講 它是一個私宿火車 他自己要去撞懸崖 我們不要賠賬 誰陪你啊 這個才是真正我們今天 站在這個地方最重要的一個態度 看清楚時事 所以總統很好 他開始講這個話 發揮他的領導力 也就是我們前一陣子講說 短短的一年時間裡頭 我們希望看到民進黨 恢復能力 有能力 很重要 第二 恢復領導 讓大家有信心 現在剛開始而已 一定要雷利風行做出 甚至於非常清楚地表達 誰變成是一國兩制代表的話 這個身份就是叛國 就是顛覆政權 抓人 說了 我讓你保證2020 就是蔡英文當選 來 所以 趙天玲 習近平的說話裡頭 讓台灣的政治人物 真的沒有任何的模糊空間 因為戳破了九二共識的謊言 根本沒有一中各表 你如果挺的是習近平 挺的就是中國 你挺的是小英 挺的就是台灣的本土政權 路線應該是旗幟鮮明 換句話說 在2019關鍵這一年當中 這樣的一個選舉 未來會不會真的就是一個 統獨大戰 好像免不了做這樣一個抉擇 來 怎麼樣看呢 明年的應該算是今年底 或者是明年初 如果總統選舉的話 一定是明年 明年的選舉 基本上因為是中央的選舉 我們姑且不論統獨 他就是決定一個國家政權的選舉 那決定國家政權的選舉 總統候選人 其實也就這幾個 我唸一下好不好 蔡英文 或者是要點名賴清德 那或者是柯文哲 那這個國民黨裡面 就是吳敦毅 朱立倫 然後馬英九很想回鍋 然後我還漏了誰 翁金平 就這幾個人嘛 目前表態的就是這些人 那這些人裡面每一個人 還有無黨籍的張善哲 對不起 我漏了他 還有在街頭宣布的羅志強 那個不重要 那那個 真的喔 對 對不起 我跟志強也認識 但這不重要 他不重要嘛 好 那在這種狀況 對不起 真的是不重要 那所以 那這個過程中 重要的這幾個人 重要的這幾個人 都要表態 他也不是說兩百個人 我們要等他很久 今天已經是第一次表態 很扣分 不及格 因為都躲嘛 那個拿什麼 天廳那個人不評論 我們這個都歷史留下紀錄 我瞭解所有的情況 再說很扣分 你都已經是立法院長 當多久 你怎麼可能會不了解情況 那我們看到吳敦毅 今天在搞什麼 在搞權鬥 他今天的自由時報的頭體 我看有些比較青藍的媒體 走周錫瑋 對 念副主席 PK朱立倫 這個友台終於不做韓國瑜了 他今天終於做這個 在批評吳敦毅拉周錫瑋 可能要打那個天廳的 他們在國家動盪的時代 兩個四十年 臺灣關係法四十年 跟這個告臺灣同胞書四十年 他這個時候在搞這個拳擊賽 黨內鬥爭 然後呢 當然在這個過程當中 一定要表態 剛才韓國瑜講的定海神針 根本就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 定海神針是習近平說的 哪怕他是突然脫口而出 但是也被定掉 九二共識就是定海神針 我看來我們這段時間 可是我現在話中也在呼應 要注重臺灣的民意 也是承認中華民國 就在這種壓力之下 他還是選擇一個 以臺灣人民為依歸 不是嗎 你是說 韓國瑜是 我 我不覺得是這樣 你覺得是中間 還有一些通關密語在 應該是這樣講人的動作 因為他很會表演 所以我們跟他交戰那麼久以後 我比較懂得去解讀他 你知道嗎 你要再問他清楚一點 你想想看 譬如說 蔡英文講了四個必須 在元旦文告 雖然沒有新的東西 但是身為一個總統 他很久沒有發表元旦文告了 那這代表他有判斷 剛才扣扣講 我認同 國安單位一定有告訴他 四十週年的談話裡面 習近平會發表比較強硬的談話 所以你的元旦文告 要先告訴國人 我身為中華民國 臺灣的總統 我一定可以捍衛 我們國家的主權 捍衛我們的民主自由等等的 那他講完以後 其實就支持他 這個也沒有什麼不對的事情 全臺灣二十二個縣市 就只有高雄市政府 發表了一個回應 回應蔡英文所說的四個必須 他講了三個必須 那三個必須也沒有什麼內容 但是那是一個態度 代表說他用市政府的新聞局的新聞稿 正式回應中央的總統說 我有三個必須 好 那這樣習近平發表了 這麼措辭強硬的 把定海神針 剛剛講的靈靈跟拔起 我很認同 這定海神針是把那個海床都移動了 他移動了 他從以前的 他早就沒有個表 他以前是一個中國原則 他把位移好大 他位移到共謀統一 到一國兩制 他一下子是移動了非常大的光譜 那這個光譜裡面是直接連在九二共識的定義裡面 這個情況之下我認為韓國瑜他這麼想要談政治 我已經不去談論他什麼經濟一百分政治零分了 這已經不談他了 也沒有人中中在意了 在意的是你這個時候要發的是市政府的新聞稿 而且要強硬的說 這跟我們認知九二共識不一樣 我們高雄市政府什麼九十萬新民意的九二共識 是過去我們講的那一套什麼一中各表 什麼擱置爭議 是是沒有習近平講的不是這個 白紙黑字 鏗鏘有力 每一個字都自製朱基 你這個時候怎麼不發新聞稿了 那你這個時候講說我們兩個堅持 不要懷疑說什麼共產黨一定要收復台灣 什麼台灣人民主自由 你怎麼還沒有講到主權 就是說我們的主權很重要 那以後如果我們的水果要賣到 高雄的水果要賣到中國大陸去 到底是一中各表 還是那個定海神鎮 已經位移到了共謀統一 以及一國兩制 另外我要講到大佬的這個談話 很抱歉 我沒有不禮貌的意思 可是你看今天各報所談的 都是兩個領袖 你看連各報他也是很平撲直序的 連這樣子立場相對統一的報紙 他都必須很平白直序的講習近平說什麼 蔡英文說什麼 而且我們下面那句話就是說 我們從來不接受九二共識 所以我要跟賀德文老師回應一下 我看法不太一樣 總統選誰真的不同 今天如果是朱立倫當總統 在二零二零年 隔一年就是中共的兩個百年的 很重要的第一個 就是建黨百年 建黨百年的時候 當時一定有重要談話 朱立倫總統如果是他當選的話 他有辦法出出一句話嗎 我們不接受一國兩制 我們始終不認同這樣子的九二共識 我不相信朱立倫說得出來 那你看看連中國時報也是 他雖然只談到的是放大習近平的談話 所謂合同方案 但他也是兩個領袖站在那邊 這樣子的說法是單一的狀況嗎 不是 所有的外媒你看說 今天所有的外媒都很關心這個事情 外媒他們沒有辦法去翻譯國家主席跟總統 他都說president president的席 president的蔡 所以全世界都在關注 臺海兩岸的兩個領袖 president的蔡和president的席 在這裡過招 以及遠在太平洋的另一端的 這個川普剛剛簽署完 亞洲再保證倡議法案 所以這是美中臺三邊的領袖 為了自己的國家的意義 在進行了博弈 這個時候韓國瑜在搶人家什麼風頭 這個時候我要講的 也是比較不客氣的是 這四位大佬你在搶什麼風頭 你知道嗎 就是說這個情況之下 相當不恰當 就是說韓國瑜拓面自甘 可能前天已經發給自由時報 要登這個廣告 不是不是 大家都大家都做過文宣 這個沒有這種道理的 你覺得他昨天已經知道 習近平發表這麼重要的談話 蔡英文也這麼強力回擊 這幾位是資政 這幾位是前眾議院院長 這幾位都有幕僚的 就是說這件事情 我認為是內容我先不論 其實認為蔡英文 不一定要該連任的 我說實在的也是蠻多人 在討論這件事情 對 但是這個時間點 國家跟國家在博弈的過程當中 國內就要團結支持他 這一點不知道大家不同意 我認為這個情況之下 大佬們要忍耐一下 你其實大有機會 你是資政嘛 你進去跟他拍桌 你說你說蔡英文 總統不認同你連任 你跟他叫囂 咆哮 公開批評都可以 這個時候做這件事情 我認為不好